这次在钱贵QDPR 他们是有说伸手不见五指 出去以后伸手不见五指 所以那时候大家手牵着手 然后一起逃生 再请教一下王兄这样对不对 基本上来讲 依钱贵这次基本上就不应该走 他走就是开始就做不对了 不应该走 所以开始做不对的时候 后面跟他讨论说 要怎么做好 我一感觉就像我前面这样说 你建筑管理做不好 他先去讨论消防管理 基本上你就有一些事情没办法改革 建筑管理那些没办法 不是我们能够控制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 我们现在是不是一般的套天 现在大家都说你家要当住情室 住情室不是系统室可以比 大楼到系统室 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 现在大家会去讨论 就是因为你认为这很重要 你要改革 你看怎么划过 我们今天知道建筑里面 中红是会消息扩大的主因 你敢不可以去管理这个部分吗 你敢不可以用法令来收购 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未来在中红的时候 同期嘛你什么 不是一般的营业通所 包括我主题 我可以用法令或收购一些方法 来保证大家的安全 所以建筑管理 你一定有法导官是因为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认为就像主持人说这个是法导官 属于住宅用火災情报器 以前法令里面也没有规定 因为我们认为有需要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 会消息扩的时候很严重 所以你基本上应该可以去考虑 很多人说电器管理 你什么装潢 你没有在一般住宅去思考 这是第一点我想跟大家报告 第二点就是说 因为你在这种情形下 你外面都会 你根本就不应该处理 他刚才说我已经也有说到 你处理的时候 你就会受到很高浓度的这种危害 而且他不是只有有毒气体 他还有高温 不要处理是说 我在KTV的房间里面就好 对 我现在应该这样说 但是人家手甘手也是冲出来 这是他这次有没有 钱贵KTV的情形 我现在说的时候 因为他就说法学太慢 开门已经看到了 所以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来思考一直几楼 一直几楼 为什么这次高雄飞境会死在 四楼 四楼 为什么更高的楼层 先过去死在九楼最高层 所以他今天在比较低矮的楼层 南京讲说时间点一样 九楼跟七楼 他的整个火灾的状况 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高楼一定处很热 高楼一定烟处很厚 所以你今天在这种情形 你也知道有烟你不要走 那是他今天反四楼都稳定好 他都在七楼 他如果今天在九楼 他同样任何要走的时候 反四楼今天就会做得比较大 他如果躲在那个房间 可是空调是连通的 那那个烟会不会从空调的管先关进来 那关掉空调 关掉以后还是会把还是没 你空调那也可以剥 因为空调是有在送风啊 对啊 如果你关掉没有在送风啊 关掉他就不会送 他就不会穿进来的吗 会啦 但是量会不大 因为我做过这种实验 我就是在那个什么 在我的那个公司里面天花板 我就给他用制烟机 我把空调关掉 跟把空调打开 然后你就会看到他烟的流动 空调关掉的烟会怎么 倒倒要剩下来 一点点 可是他在那个冷气在动的时候 他烟会很大量的出来 对 他会下来 但是那个烟基本上来讲 不至于啦 会像比方说你把门打开啦 还是空调关掉 那样那么容易致女一死 对 那如果我是在火灾发生的时候 那我这边有窗 窗要不要打开 要 先关门再开窗 哦 不可以门跟窗都开 不可以 对 因为你都开的时候 你等于让它一个路径 那氧气进来了 它等于说它会成为火灾 烟热蔓延的路径 火也会跟着过来 对 它会供应氧气 对 那如果真的倒不掉了 对几楼条来不会死 基本上 有人会很多楼条来也不会死 这疑心可能比较清楚 但是我以前看过的资料 因为我讲实话 很多人一定是受不了到最后一刻 第一个太烫了嘛 对 第二个就是说 就是说太危急了嘛 对 所以我不得不跳嘛 跳还有一线线生机嘛 我想这个 这个几楼跳这个请医生来回答 但我看过相关的研究资料 但是我要先 我以前说一个基本的关键 你前面做对了 你就不会碰到后面那一种 你必须面对 一定要跳的这种选项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头开始看 所以在国外的研究资料 很清楚 当我今天外面有农烟 我只要把门关起来 我说的是一般的主题 还不是像钱贵这种 比如说黄火门或是什么 一般的住宅 它只是木门关起来 外面走廊的温度150度 房间里面的温度 从来没有超过25度 真的喔 对 换句话说你会面对到那种 你会那个什么 生死交关 你会碰到很浓的烟很高的温度 那个是因为你前面一定有东西做错 然后 我以为你会说